炸掉了 對... 但越大顆是因為 越老才會生越大顆 然後越小顆的就是剛生的 你就可以看這樣比例來講 對 對 是三個月的嘛 你剛剛講 這三個月內的 對 等一下我會打案看 越小顆的打出來蛋白是兩成的 越大顆打出來蛋白是一成的 因為年紀大它代謝不好 所以它 越大顆的會比較有腥味 越小顆越沒有腥味 所以我們來看看 蔡大哥教大家怎麼挑 第一個 第一個是要小顆的 因為小顆是年輕生的 好 那第二個是 沒有 這個一個挑蛋殼光華 不要粗糙的 粗糙是因為鈣質的不夠 因為蛋殼是以鈣質為主 就是 所以它鈣質夠的話 它的蛋殼就會越光亮 好 也就是說上面粗糙 就是缺鈣 缺鈣 第一個是老母雞 生病的雞 跟營養不能激生的 那就會影響 營養到這個蛋的營養 對 因為就是等下你打出來就知道說 這麼大顆的打出來一定是水水的 蛋白一層 那這麼小顆的我先打一個給你看 好 它一定是不一樣的 好 這個是一般市售的那個蛋 好 大家來看一下 它起來會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這個雞蛋 然後這個雞蛋 這蛋好像有立體的感覺 對 它很高的 你看那個蛋好高 蛋這個都高 這比較平 一般圓的 我有個疑問 好 我喜歡吃蛋黃 所以要買那個是圓的雞蛋 還是煎的雞蛋 你說 雞蛋不是有圓的嗎 一邊是燉的 一邊是煎的 不是 不是 有的比較圓 像這個比較圓 像這個比較接 好 那是雞腫的關係 這樣子 他說他要吃蛋黃多一點 是要選圓的 選圓的嗎 那不準 那怎麼調比較準 那是食物的關係 跟雞腫的關係 所以蛋黃大跟小都沒有關係 從外觀看不出來的 看不出來的 對 OK 好 所以等下我們再來做一個實驗 所以說這個就可以 你知道說為什麼要挑小顆的 為什麼不要挑大顆的 因為大顆的打出來就是這樣子 同一天生的還是這樣子 就是他比較追隨 因為年紀大了嘛 代謝不好嘛 對 我們以為是新鮮的問題 你看這個兩層耶 這個也兩層 當然飼料也是有關係 它還是果果的那樣子 但黃顏色比較不一樣 對 這個當然會不一樣 好 等一下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試驗 對 那放在冰箱裡面 為什麼不要放在冰箱門呢 因為它那個 一顆蛋有7500個毛細孔 那當我們的冰箱裡面冷空去月亮的時候 它蛋裡面的水混會很快速的被它拉走 所以當我們在做水煮蛋的時候 看到剝開那個蛋殼 看到蛋黃的時候 表示這個蛋已經超過8天了 一般在台灣做職業的這個水煮蛋 對 夏天一定是4天到6天做 冬天一定是5天到8天做 對 盡量在8天以內 這蛋就太好了 第9天 不是 它蛋黃會跑來蛋殼 因為當我們第4天的時候 這個二氧化碳就會進到這個蛋裡面 所以蛋白跟蛋殼 蛋殼有三個保護膜 它那個膜就會跟蛋白會分離 會分離了 所以為什麼要4天後才水煮蛋 是因為那個 第一個殼好剝 當你買到的蛋殼不好剝的時候 就是4天裡面的蛋 再來就是25天以後的蛋 那我請問一下 那我們大家愛吃的茶葉蛋 去那種超商買的呢 那也就是說它是放了可能4天以後 5天以後再去做的嘛 基本上茶葉蛋一定要做4、5天以後才好做 4、5天以後 對 才能夠做 不然你等一下剝起來會看到蛋黃 但是沒有說代表它這時候已經不新鮮 沒有啦 沒有沒有 只是說它要做水煮蛋的時候 這樣會比較剛好 了解 基本上這樣30天放的沒關係 30天喔 對 長溫就對了 不用煸 對 不用煸